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你做大律師不做就去開餐廳 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真是自己去追夢 去想擁有自己的東西 做大律師的朋友 去做一些生活品味的西裝 一直開這間店都是我的夢想 一個男士生活的概念店 一位朋友正在做一間很成功的甜品店 Lady M和Sugar Fina 確保我們所有食材 除了好吃之外 都一定要打卡 要漂亮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再玩 另外也有朋友 可能都是唐家一起跟師傅 他又喜歡喝酒 他真的走了去 搞了一間教人喝酒的地方 其實真的想分享威士忌來做 真是分享了 passion 都想去了解一下 中間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呢 一向都會是很喜歡去吃東西的 繼而去開餐廳 其實都是因為 我想擁有一件事 去創造一件事出來 是自己喜歡做的事 客人又吃得開心 你自己又做到一門生意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win-win的情況 我爸爸給了很多機會 帶我到處去吃不同的東西 分到甚麼是好 甚麼是不好 幫我開到很多硬界的東西 我其中一個師傅都有影響 他那時是不做大律師 跟他太太一起去做攝影 他可以把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興趣 都可以放在一起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一開始就寫平酒的比較多 後來就開始再寫多些 飲飲食食的東西 工作上的東西 做大律師的時候的分享 有機會去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的東西 跟其他朋友、讀者交流一下 其實是好事來的 這件事是我自己都想學習 都希望可以給大家有興趣去看 記得訂閱果時啦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